前桃園市長鄭文燦在任期內被指控涉嫌貪污 學會遭到桃園地檢屬一貪污治罪條例 生押禁見 歷經三度召開積壓庭桃園檢院公房交工 檢方二度抗告 第一次鄭文燦五百萬招保 第二次一千兩百萬招保 第三次桃園地院裁定積壓禁見 時間就在傍晚五點五十七分 鄭文燦收押禁見 桃園監獄指出鄭文燦會搭警備車進到桃園看守所 由於是晚餐時間也已經準備好便當 並安排三位案情相較 登城的被告跟鄭文燦同就 而鄭文燦晚餐的便當菜色也曝光 滷雞翅 涼拌豆干 炒空芹菜 以及清蒸排骨湯 而明天早上 菜色也在桃園監獄的官網有提前公告 包含草莓饅頭 果醬配麥茶 桃園地院指出 官網的參考菜色可能會在有所調整 後續鄭文燦在看守所內的狀況也必受關注 東森新聞 綜合報導 好 我們來關注最新的消息 鄭文燦因為涉入了貪污案件 今天三度召開羈押庭 確定遭到了羈押禁見 稍早 院方已經派單獨的一輛囚車 將鄭文燦送往了看守所 同時呢 他們也給出了這次停訓後 最新的羈押原因 更進入的狀況 我們連線記者蘇一歡報導 一歡 好 主播以及各位觀眾 前桃園市長鄭文燦涉入了這一起貪污案 今天三度召開羈押庭 而在今天晚間接近六點左右的時間的時候 羈押庭正式宣告結束 而鄭文燦也當庭遭到羈押並且禁見 而在稍早大概七點多左右的時間的時候 桃園地方法院派出了單獨一輛囚車 將鄭文燦呢 單獨送至桃園看守所 而根據我們稍早了解到 鄭文燦今天晚上呢 他因為已經錯過了晚餐時間 不過御方也已經幫他準備好了便當 今天晚餐的菜色呢 大概就是魯雞去炒空新菜等等 那麼不知道這個市長他到底胃口如何 不過稍早呢 我們也有詢問到了這個鄭文燦他的委員律師 委員律師提到說 其實啊他們現在晚間已經在寫這個抗告狀了 因為呢他們就是不服這個桃園呢 裁定的這個積壓結果 因此他想說今天晚上寫完了之後 有沒有辦法趕在明天周五 也就是在這個立假日前的最後一個工作日 能夠將這個抗告狀送到高原這邊來進行新的裁定結果 有沒有可能這樣子 不過稍早 台灣地方法院這邊也公布了最新今天 積壓庭內容 為什麼會將鄭文燦給裁定積壓 其中一項理由呢 也是和先前高院所說的桑童 也就是他們認為說 鄭文燦他其實在擔任桃園市長多年的時間 雖然現在已經卸任大概一年半左右了 不過他在政商界的影響力還是相當的大的 另外一部分他們還有掌握到的就是 其實鄭文燦在7月5號首次 遭到檢察官傳喚訊問的時候 當天早上其實在還沒訊問前 他就已經傳訊息 傳這個LINE的訊息給自己的助理 告訴他說 下午到檢方這邊要來做什麼樣子的答辯 雖然他這個答辯和在檢方這邊答辯的內容是相同的 不過呢 檢方就認為說 鄭文燦有沒有可能 他會透過助理這邊來進行後續相關的串供 或者是來傳遞 跟外界傳遞相關的訊息呢 還不得而知 另一部分呢 就是先前就已經遭到收押的 這個華雅科技園區這邊的料姓副資檔 那麼檢方他們掌握的相關關鍵事證 一部分的內容就是這個料姓副資檔他們掀錢啊 雖然說說有監控到說他們送錢到這個鄭文燦的館底 不過鄭文燦雖然說否認他沒有收這個錢 也不知道這個裡頭有錢 不過鄭文燦確實曾在2018年的時候 單獨私下的前往這個料姓副資的居所 所以這個院方這邊認為說 有沒有可能這個跟這些事情也是有些相關的關聯性 因此才將鄭文燦先行羈押 要等到後續的狀況來進行後續的調查 那麼以上是在桃園地方法院的最新情形 將時間盡頭交換朋友出貨喔 的確六天內三度開庭 為什麼前面兩次沒有壓 今天當庭將他羈押呢 我們就仔細來看看桃園地院剛剛發出的新聞稿 其實呢最重要的一個時間點 就是在今年的7月5號 也就是鄭文燦他第一次去應訊的前一天 當天的上午 那麼當時呢就被掌握到 鄭文燦還用LINE的這個通訊軟體 傳了訊息給他的秘書 訊息的內容就跟他接下來運訊的時候 答辯的方向相同 他就先告訴他的秘書 我接下來要怎麼去答辯 所以呢可見被告於應訊之前 已經有管道德之檢察官要怎麼去辦 還有他也拟好了他的答辯方向 所以呢也是因為掌握了這樣子的一個 在LINE通訊軟體上面的證據 認為他確實有串政的疑慮 所以呢我們看到鄭文燦 今天下午5點57分的時候 他被依照貪污治罪條例裁定收押禁見 各界非常震驚 因為這已經是第三次的羈押情了 那麼國民黨的立委林涛就說了 這叫遲到7年的正義 甚至民進黨動作也很快 廉政會立刻宣布 從明天開始鄭文燦停權三年 前桃園市長鄭文燦三進桃園地院召開 積壓停 一路停訊超過4小時 終於在11號下午5點57分 法官裁定鄭文燦收押禁見 林涛痛批 這是遲到7年的正義 不信真理換不回 而民進黨廉政會主委邱軍燕也宣布 依照決議 鄭文燦從7月12號起停權三年 維持一審有罪就除名 後續廉政會也會開會 倘若真要除名 會在除名前讓鄭文燦到黨中央說明 如今鄭文燦不再是自由之聲 前市長搭著警備車進入桃園看守所 監獄也表示已經準備好便當 安排三位案情單純的被告 與鄭文燦同住 而鄭文燦的王牌律師則表示 將會提出抗告 東森新聞綜合報導 所以當鄭文燦被裁定 羈押禁見之後 還有沒有人會挫勒 但已經有人出來爆料了 他是民眾黨立委黃國昌 他認為不只是鄭文燦 整個總統府行政院恐怕都涉入其中 甚至黃國昌他點名的是 台宿的前顧問廖俊松 根本是地主上達天廳 因為廖俊松在行會了鄭文燦之後 他就去向總統府陳情了 而當時的府秘書長是吳昭謝 回應對此事是至為重要 甚至要行政院一路要交辦下去 不過對此行政院也回應了 今天不管哪一個民眾來陳情 行政院都是火速處理的 不過這也讓黃國昌再度痛批 行政院難道是為了幫卓榮泰開脫 說什麼話都敢說 這件事情絕對不是鄭文燦一個人 就可以獨立完成的 鄭文燦涉探案 民眾黨立委黃國昌再爆料 不只鄭文燦一個人 總統府行政院全都涉入其中 黃國昌痛批 廖俊松根本是地主上達天廳 畢竟廖俊松送了500萬之後 鄭文燦就親自替土地開發案找出路 更向行政院爭取核定國家重大建設 讓農地能成功變更 之後廖俊松更向總統府陳情 而時任秘書長吳釗燮以輔方名義回函 代表時任總統蔡英文表示 對此致為重視 喊請行政院處理 行政院也確實收到相關公文曝光 表示一切都在處理中 而下面大大簽名 就是時任行政院秘書長卓榮泰 所有民眾的反應的事情 如果要以目前媒體的邏輯 或者是質疑的委員的邏輯的話 所有的案件都是府院介入 所有的案件都是火速處理 行政院拿出類似公文 強調任何民眾陳情 都是一流程火速處理 只是回顧整起案件 府院表達關切都是在廖俊松 送錢給鄭文燦之後 時間巧合難免引起 各界聯想 黃國昌對此在猛烘 行政院為了幫卓榮泰脫身 真的什麼鬼話都講得出來 從行政院跟總統府 他們發函的內容 大家就可以清楚的看得到 第一個 我所說的全部都是事實 鄭文燦收回疑雲牽扯擴大 如今總統府不願多回應 在野黨立委抽絲剝繭 讓案情更多細節逐漸曝光 東森新聞政治中心綜合報導 鄭文燦這一次是真的 要被這個積壓了 原來它是涉及了貪污案 那麼遭到檢方聲壓之後 今天已經是第三次 召開這個積壓停 但是是四個小時的停訊之後 鄭文燦確定遭到了積壓 馬上連線記者蘇一歡 好主播以及各位觀眾 大家所矚目關注的 這個前桃園市長 鄭文燦涉及的貪污案 在今天三度召開積壓停 而在晚間接近六點的時候 有了最新的結果 也就是鄭文燦確定遭到收壓禁件 那麼根據我們所了解到 這場停訊大概持續了四個多小時 也就是和上一次第二次差不多的時間 不過鄭文燦他這一次當庭 遭到收壓 也就是等於說他確實真的是沒有自由了 不過呢目前也不太確定說 他什麼時間會被送往這個桃園看守所 因為根據這個桃園地方法院這邊 私下了解到的是說 由於鄭文燦他身份較為特殊一些 所以會派單獨一台囚車 將他單獨送往看守所了 不過其實鄭文燦的律師 也就是陳友來等律師團 他們在稍早佈出 台灣地方法院的時候 也有提出說 他們接下來絕對會提出抗告 表示說他們對於這次的結果 確實是相當的不滿意 認為可能鄭文燦確實沒有施案的這麼嚴重 又或是其實並沒有這些的狀況 那麼至於探告時間是什麼時候 也有待後續來調查釐清 以上是現場掌握這些情形 將時間盡頭交換給彭里直播 好 主播以及各位觀眾 大家所關注的前桃園市長鄭文燦的 這個第三度的羈押亭 在稍早的六點多的時候 有了最新的結果 也就是鄭文燦遭到羈押了 那麼其實可以知道 今天這個羈押亭 從下午兩點的時候 就已經召開了 一路呢 停訊大概四個多小時左右的時間 不過在六點出頭的時候呢 先是由主任檢察官 以及這次承辦的這個檢察官 陳嘉義 先是佈出了法院 那他們當時其實這個表情 還是相當凝重的 面對說這個家庭的結果如何 他們也沒有多談 不過沒多久之後呢 這個鄭文燦的委任律師 也就是陳永來 他馬上的就佈出了這個地方法院 當時面對記者提問 家庭結果如何的時候 他馬上就做出了回應 表示說接下來一定會再提出抗告 也表示說他們其實對於這一次 鄭文燦遭到羈押的結果 是感覺相當的不滿意的 不過我們可以了解到的是說 今天家庭是由這個 桃園地方法院的刑似藤谷的法官 來獨審 而他先前是一名人權律師 不過今天在審理的過程中呢 大家一度還想說有沒有可能 鄭文燦三度呢 遭到交保 不過也可以看到目前的結果顯示 他是確實遭到羈押 不過目前呢 他遭到羈押之後 大概什麼時間會送往這個監索呢 也要等他後續求車的時間才會知道 那以上是現場最新交還給彭雷主播